来到我家门口 你就会看到我两个大洞 今天我要重申一下 来一个深深的忏悔 这里的全部杂层 它也全部清掉 然后这里呢 它其实做错了一个东西 我已经失去了一面的落地玻璃床 哈喽大家好 我是旭文 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呢 是秋文的装修日记第四集 今天同样有很多不同的进展 走带你们去看 首先呢 然后来到我家门口 你就会看到有两个大洞 要小心不要掉进去哦 因为这个本来是一棵树的 就是每个人家里 都会有这棵这样子的树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树 真的是太酷太难看了 我们就会去买罗汉松 来放在这边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landscape 已经被移拼了 全部假设我们garden的地方呢 已经变成了一片泥土 同时间呢 我们也一直在找着我们要的树 因为那个树 会永远种在我们家里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看看 那种一眼爱上的树 我们才会决定放在家里 来到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ground floor ground floor外面就有一个斜除 这个也是第一次我们看到它在坐着 进行着了 OK guys 然后进来这里 可以看到这个屏风已经坐上去了 它真的完完全全坐上去了 然后这边是curve的 它摸起来手感很好 风随时就有这样 你一开门是不可以看到楼梯了 所以现在呢就已经吉祥如意了很多 哇这里的进展也是很多 然后今天呢我要重申一下 对于这个天花榜高将 它是plastic ceiling 来一个深深的忏悔 它是plaster ceiling 我永远记得的 plaster ceiling 可以看到我们的plaster ceiling 上面就已经装了 那个灯腿 就是light track 因为我们想要打灯 打到很美样子 然后在这里呢 也做好了这些屏风这样的东西 这里将会是一个 unicraft的一个艺术墙 Tada 欢迎来到二楼的客厅 所以客厅这里呢 也做好了这个屏风 我这样子一看 我觉得还蛮壮观的 有那种在酒店的感觉 就是跟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 我觉得它很grand 很漂亮 整个很大很grand 然后这里可以放一个 很漂亮的 罗汉松的样子 好像那种中餐厅的白色 然后这里客厅呢 有很大的进展 因为我们呢 这个厨已经装上了 这个是一个电视厨 这里搞定了过后 在客厅放上sofar 就是大功高层 有没有发现到 我这次已经比上次 平和了很多的语气 我没有一次挖了 因为你们觉得很吵 然后第二是因为 我自己会先去看了一遍 然后我已经感受那个震撼了 我觉得我应该要 靠倒一点 ok calm 然后这里呢 它的厨柜也陆陆续续装上去了啦 现在是四厨房比较满 很挤的四厨房 它就陆陆续续装着 很多各式各样的零件 你看那些板全部都在这里 然后它里面的内衬我真的很喜欢 它摸上去很有质感 就不是那种chip chip的 然后来到后面这里呢 我的这个是一个小小的laundry room 这个laundry room也已经在建着了 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弄好 把我的洗衣机烘干净装上去就可以了 还有多一个进展就是这个 达达 这个是我出去玻璃屋的门 已经装上去了 但是还没有撕掉这个plastic啦 这样子 又是我的玻璃屋 但是一走进这里就很热 因为它是玻璃一直在吸热了的 就是跟上帝一几一样 已经做好了的 我一开外面就很凉 你会看到它整个地上已经变成了泥土地 然后不能走出去也不能踏到 不然你的鞋子会整个都是泥土 这里整个可以拉开这样子的 给你们看一下 它就是一片的泥地 然后接下来就会变成很漂亮很漂亮的garden 在这里呢 我要称赞一下landscape的团队 因为这次我来到我的新家 全部的杂草 全部的树已经被拆掉了 我可以想象到 拆掉那些树有多么的不容易 你们看我后面那个concrete窝 它上面本来是长着很多树的 你们记得吗 而且是在很上面全部长出来 它全部给它移平掉了 然后这里的全部杂草 它也全部清掉了 瞬间干净了 欢迎来到我们的三楼 同样的又是我们进展很大的客厅和k房 你们记不记得上次这里是很多东西堆着的 现在已经全部放上去了 哦它这里是卡拉OK电视机 然后这里是sofa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的mini bar已经坐好了 基本上 虽然还有很多零件还没有装上去 但是它整个星已经出来了 然后它这里除可以放很多东西 诶 好好哦 我的东西全部都有地方放了 这个bear brick的这个架也已经做好了 只可以放9只诶 这样我买超过9只怎么办 就不要买了吧 然后来到我们的客房 这个风扇也已经装上去了 然后这里呢 我很喜欢幸运它的旁边 这里是那种酒店style的一个厨 它就是这样开放式的 然后同样的也是有很多这些抽屉给它们 然后这抽屉你一开出来 你直接可以feel到那个质感 因为它的里面的那个内里啊 还有它的收工都很好 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 哇 好漂亮 这个一走进来就整个很有质感 大家来到我们马的房间 哇 基本上已经做好了 也算是 因为厨已经完全装好了 风扇装了 冷气也装了 床头柜也做好了 应该是只擦那个床架和床搬进来就OK了 所以这边我觉得都完成了 将近90% 大家欢迎来到我的主人房的楼层 过来这里呢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island 已经做好了 我的island也太大了吧 这样大诶 然后上面这里其实就是给你放 首饰啊耳环那些什么的 然后下面也是抽屉来的 可以给你放各种各样东西 因为我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衣服 所以这个空间Sona对我来讲很重要 然后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就是这里 我的这个整个梳妆台 已经是做好了 其实我有想到我的梳妆台 其实不用那么大 所以这里会成为我的一个办公座 这样子也是 就是我在那边睡觉嘛 我在这边做工做工 做完工了就可以回去 然后又可以在这里搭衣服这样子 然后这里呢 它其实做错了一个东西是因为 所以我是要这个玻璃是透明的 看到那个厕所的 但是它放了一个这个 它放错了 所以我们会换掉 然后这里是我放那些香水摆设品的地方 哇 基本上这些橱柜也全部做好了的 只是插板门装上去罢了 然后 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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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有了一个巨型的镜子 你们看这个圆圆的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超大型的镜子 然后是有灯的 然后这里有两个洗手盆 就是很久的店是到这样啦 未来呢 我就可以跟我的爱人一起在这里 嗯 早上起来帅呀 你看我 我看你甜蜜的打闹 然后 我相信这里也可以拍出很好的业配 OK Let's go 去我的主人房 哇 你们记不记得上一集 我讲到这里即将要封起来 然后现在就已经封好了 我已经失去了一面的落地玻璃床 但是还好还有两面 哎呦我发现哦 放了这个好像没有这样热了 因为它的热能不能从那边进来 这样子 也是酒店style的一个睡房这样子 然后走出去呢就非常了 血液 就哇 你睡醒就可以看看这里的风景啊 然后这个地上也是特别拆掉铺过的 这个踩上去也是很爽的那种 耶 所以在我的装修日记第四集当中呢 我觉得进度已经进入到了80%到85% 然后lenscape也开始 做工了 接下来呢还会有很多很琐碎的东西要做 我有看到别人的装修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那个 可是我就会问我的经纪人 怎么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的 呃好像很爽这样的 然后我的经纪人就讲 哎我已经帮你settle了大部分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这个橱柜 还有我们现在在装着嘛 全部手工都很好 就你不会看到有什么坑坑洞洞还是看到不爽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啊 但是我这样看都觉得很好啊没有什么问题啊 然后我也觉得很满足很开心 真的很想要快点搬进来 因为我真的很想要有一个人的空间 接下来也可以在这个家跟你们聊天啊直播啊 然后接下来呢我就会去选各种各样的东西 选门啊选灯啊选树啊 找着那个一大堆的都会放给你们看 哇今天阳光好大 浩浩荡荡来到一个树园 因为要来选家里的树了 这个就是风水师傅叫我们一定要放的铁树 然后一棵才60块 哎原来不是很贵 我们的landscape就有选了这样子 美美的花花来放 我们这里也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植物 这是风水师傅一定要放的红冰榔 所以我们也是来看看一下 今天来house of lighting选 红杉 这里有很多红杉的选择 不同的演参中设计者们 好像你看到这个 这个是比较素一点的 今天DYD Home就带了他的这些sofa布来给我选 然后我就是眼花缭乱 因为我已经知道现在的sofa啦 全部都是很厉害的 就是防水啊 防挂啊 防宠物啊 防脏啊 防脏啊 等等的 我的sofa是有booster和billow一起送的 所以我就选这个配这个 然后这个配这个 感觉会很好看高级 而且这个摸起来哦 有那种hummus的感觉 所以这一集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